讲没几句话 火爆场面一触即发 不只爆粗口飙骂 甚至还动手打人 就算对方苦苦求饶 却丝毫不想放过 谈起做人做事大道理 你欠人家的钱什么时候要处理 要怎么跟人家讲 一个月一千两千还也好吗 一边挥手笔画 一边教人怎么还钱 但是大哥现在怎么换你欠钱 被害人指控 相信男子二零二三年十月 把百万名车抵押给车行 借了七十万 表定三个月后就要还钱 但他却一拖再拖 甚至还偷偷把车子开走 最后人间蒸发 老字眼 加几压争炸财 精神耗损内耗的情况下 我就跟他说你车在基隆 我跟他讲的意思是 你放在那边很安全 我不知道他来这一招 脸书分享现实动态 在外交部排队办护照 甚至高调PO文 我人就在中国不爽过来站 实际打电话给相信男子 门号无法接听 被害人求偿无门 只好一状告上法院 要替自己讨回公道 自拍影片秀豪车 相信男子一身名牌 显尽顺服心态 原来他不只从事名车买卖 还标榜车辆保养 一手包办 相信男子到中国 也不忘拍影片 推销自家产品 看似生意做很大 但这回欠债不还又打人 多名被害人 也接连指控夫妻俩 恶行恶状 其他厂商PO文指控 相信夫妻党 在苗栗头粪开了间中古车行 向其他厂商调货 却不给钱 甚至 改装业者也踢爆 两夫妻打着其他厂商名号 在外招摇撞骗 似乎在外惹出不少风波 闹出这么多事端 相信男子却只在脸书发文表示 3月28号以后 台湾的事就与他无关 自己人在中国 还说是法律不让他回台 原来是因为他身上 卡了这个案件 三年多前 相信男子和朋友 相约北海岸车去 回程却在基平隧道 逆向黄标 尿程五车连环状 还有车辆当场翻覆 事后相信男子 也被一公共危险罪判刑一年 只是这判决结果 似乎让他很不满 不只破文骂法官 还嗆瞎要躲在中国 不回台执行 两夫妻脸书光鲜亮丽 随着现在内幕连环爆 似乎也被看破手脚 3月7月和母者游桃 新年报道